为了推广再生能源 北市府把木栅垃圾掩埋场进行了富裕工作 未来将建设太阳能电板 对此市长柯文哲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还笑着说要把这里当作观光景点 不过被问到交通的问题 北市公布上半年十大拥塞路段 前三名就包括了尊山北入 新龙路以及南京东路 柯文哲则表示会先取缔改善耗制 再来就是加强公共运输 这个光电发电的场域 我想这会变成一个新的观光景点 这算是另外额外的收入 创全国之举把野埋场变身再生能源场所 要一举变成观光景点吸睛 这如意算盘打得准 不过日前自来水厂才因太热 太阳能板烧起来 难道不担心就是重演 太阳能板会烧起来 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还没看到他们的正式报告 这个大概是政府跟民间的合作模式 所以我们大概以后是收这个租金 递的租金 他们设备什么都他们自己出钱 这也算是一种BOT案 很有信心看似心情不错 难道是因为异动频繁的体育局人士 总算有个谱 按照昨天市长是会投票结果 就是专门委员刘宁天上来 另外是文山区的区长会 所以两个副局长在昨天就补齐了 大概最重要还是 目前体育局最大的业务还是要应付世大运 体育局副局长总算确定人选 搞定自家小内阁 世大运业务暂时可以放下心 淡北市交通问题可就没这么简单 因为上半年十大拥塞路口出炉 包括新隆路 南京东路 敦化南路全上榜 荣登第一名的就是中山北路 像如果加强路边停车的取缔 维持交通顺畅 就是说交通管理可以做 那当然优先走 像这种就要开始思考分流 就好像原山子分龙道的概念 就要建立一个分龙道 事实上在未来台北市很难再增加道路面积 所以大概我们未来几年最主要交通的发展 还是公共运输 解决北市交通实在必行 毕竟连刚上路事半的共乘继承车 成效似乎没想象中好 看来北市府除了狂推配套措施 要怎么让全民全买单还是关键 欢迎收看苏宇强 吕佳恒 台北报道